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总是害怕森林 它黑暗而陌生 它就在我所未知的那个世界的最远处 晚上我常常梦见它 并在恐惧当中胆战心惊地醒过来 这种恐惧白天也依然存在 它深埋在我的心底 不管我在做什么 不管我去哪儿 一天晚上 恐惧又沉重地向我押来 以至于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下去了 早晨 我站在家门口 看了看火炉边舒服的椅子 暖和的床 和我喜爱的一切 然后 我走了出去 把门在身后关上 我穿过村庄 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我自己的手背 我走过商店和房屋 它们亲切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并沿着街道长长的曲线 延伸开去 走上大路的时候 我的心急速地跳动起来 我感觉 我不再是我了 而成了这个庞大世界里一个孤独的小不点 我走啊走啊 经过了陌生的农场和田野 一直走到了路的尽头 真不容易 我回头看了看村庄 它现在成了远处的一个小点 在我前面不远处就是森林 它忽隐忽现 在风里慢慢地摇晃着无数个脑袋 我是不是应该回去 我的心正跳得厉害 我是不是应该回到温暖又安全的家里 哦 不 我已经走了这么远 可是 我会迷路吗 我会被那些野兽吃掉吗 我会因为恐惧而死去吗 我走进了森林 站在两棵长得像走廊一样的柱形树中间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突然 身后一声尖叫的鸟叫吓了我一跳 我感觉附近有什么东西向我越靠越近 一个黑影迅速地向我移过来 为了不被黑影吞没 我撒腿就跑 然后我绊了一跤 跌倒在地 就这样躺着吧 我想 如果大叫 或者动一下 就会被发现 你能听到我 砰砰砰的心跳吗 当我睁开眼睛时 鼻子正深深地埋在苔藓里 这是一片有着许多小小树的森林 它就像皮毛一样柔软 阳光像细雨一样从树叶间洒下来 温暖了我的后背 美妙舒畅的微风轻轻地唤醒了我的肌肤 我还活着 我待在这儿有多久了 一只蝴蝶在不远处扑拢着翅膀 就像一个守护神 我仔细听了听 成千上万片树叶在我的周围悄悄地说着话 还温柔地沙沙歌唱 我翻过身来 第一次认真地抬头去看 在上面 高高的地方 我看见了天空 天空比森林还要大 甚至比我的恐惧还大 比任何东西都大 我躺在那 成了这个庞大的美丽世界中的一个斑点 直到阳光开始消失 然后 我走回家去 怀穿着森林里那个美妙而充满耳语的世界 我知道 我战胜了 我战胜了森林 我战胜了 心里的恐惧 恐惧是每个人不可不体验的情感 恐惧也是每个人躲都躲不掉的经历 只有你尝试过恐惧滋味的人 才能真正地拥有心理上的安全感 也才能真正地变得冷静和坚强起来 希望你也可以像森林这个故事当中 我那样 获得一份意外的礼物 这是生活送给勇敢者的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